浪子回头的我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礼品 孝敬岳父岳母 却不料叔叔在这个时候找上了门 你这个畜生 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 我告诉你 我妹妹已经跟你离婚了 不管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哪怕是要被判死刑 那也跟我妹妹没有任何关系 面对大舅哥愤怒的斥责 我却只是微微一笑 你们别多想 那位叔叔就是来感谢我的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你还敢在这里撒谎 我看你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岳父也是满脸阴沉地看着我 哎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本以为你这次真的改过自新了 没想到你却是这么不争气 一会你跟那位叔叔同志 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知道吗 我顿时哭笑不得 门口的岳母更是吓得脸色苍白 阿姨 请问苦十八在这里吗 我是第九行侦队长 我叫张盛 面对叔叔的再次询问 岳母这才反应过来 不 不在 他不在这里 说完他正想关门 就在此时 我从屋内走了出来 岳父他们也都紧跟其后 张队 你找我有事吗 张队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岳父抢先了 叔叔同志 这孩子是有一些坏毛病 但他本质并不坏 还请你们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对对对 他顶多也就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你要说他犯了什么大罪 那也肯定是受到了别人的蛊惑 你们可一定要调查清楚啊 听到岳父和大舅哥说出的这番话 我心中很是感动 毕竟我以前干了太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还能为我说话 张队确实听得满脑子都是问号 你们误会了 我这次是来感谢苦先生的 还救了我儿子一命 随后他眼眶微红地看着我 苦先生 谢谢您 要不是您 我儿子恐怕已经 说着他把小男孩推到了我面前 儿子 快 快给你苦叔叔跪下 那个小男孩毫不犹豫地跪在了地上 这一幕把岳父几人都看猛了 我赶紧将小男孩拉了起来 快起来 张队 你这是何必呢 应该的 在我老家那边都是这个规矩 你可是我们家的救星 随即他又掏出了一个勋章 满脸严肃地看着我 这是我们全体行政大队 经过研究后 给你颁发的勋章 这是一份荣誉 我愣了一下 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勋章 佩戴在了胸口上 并且很是认真地敬了个礼 感谢机关单位的奖励 张队这才欣慰地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小男孩转身离去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叔叔没把他抓走 居然还给他颁了奖 大舅哥满脸的不可置信 岳父秦振山更是小心翼翼地 摸了摸我胸前那枚荣誉勋章 他是一位退伍军人 极其看重这份荣誉 片刻后 他满脸欣慰地看向了我 好好好 你不会是我秦振山的女婿 长脸了长脸了 这次你给我长脸了呀 听到岳父这一声夸赞 我瞬间双眼通红 曾经的我让他失望透顶 这么多年来 这还是第一次得到他的夸赞 到了屋内 女人们都进了厨房帮忙做饭 我和岳父还有大舅哥三人 坐在了客厅桌旁 大舅哥有些尴尬地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微微一笑 大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以前我把小云害得这么惨 你和爸没打死我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现在你们还愿意与我同坐一坐 我真的很感激你们 好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估计你们也听腻了 从今往后 你们看我的表现 但凡我再犯一次混 大哥 到时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来 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真诚 大舅哥沉思了片刻后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十八呀 我听小云说你最近赚了一点钱 但也不用这么奢侈 你的孝心我心领了 一会儿你把那些礼品 都拿去退了吧 爸 我刚开口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是银行副行长吴宗林打来的 吴行长有事吗 电话那头 吴宗林激动得满脸通红 普大哥 你国那边的做空筹码 已经按照您说的最低点套现了 赚了两个多亿 您这赚钱的速度太恐怖了 简直就跟砍大白菜似的 我淡淡地笑了笑 才赚了两个亿而已 吴行长你就别喊算我了 这笔钱就不用存定期了 我留着当零花钱用 和吴宗林聊了几句后 我便挂断了电话 这才发现岳父和大舅哥 正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岳父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十八 你 你刚才说的赚了两个亿 是 是怎么回事 哦 股票涨了 小赚了一笔 才两亿多 一听这话 岳父刚刚咽下去的唾沫 立马又从鼻孔里喷了出来 大舅哥更是双目悬 睁满脸震惊地看着我 看到他们这副模样 我这才反应了过来 自己这段时间赚钱太疯狂了 以至于两亿都不放在眼里了 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 却已经是颠覆了普通人的认知 在岳父家吃完饭后 我便来到了周鹏的酒店 凤天阳也在这里 两人坐在沙发上 正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涨了涨了 BM车企的股票又涨了 陈鹏也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卧槽 发了发了 今天已经进账小一千万了 两人激动地手舞足蹈 完全没注意到我的到来 我轻咳了一声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苦 苦大哥 您来了 快快快 您请上座 陈鹏急忙起身招呼我入座 苦大哥 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 BM车企为了平息动怒 在各地开展了降价活动 有几个车型 直接就降了一半的售价 太特么狠了 现在他的股票开始疯狂回涨了 对了 苦大哥 您买了多少 我淡淡一笑 没多少 也就二十个亿吧 一听这话 两人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 他们求爷爷到奶奶亲近所有 每人也就凑了两亿而已 不愧是我苦大哥 整个龙州 也只有您有这份实力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芳草街那边你们谁熟 带我过去一趟 我 我熟 我太熟了 苦大哥 我送您去 苦大哥 我也熟我 凤天阳的抢答比陈鹏慢了半拍 他顿时懊恼不已 行了 这件事人去多了也不方便 陈鹏 你送我过去 陈鹏瞬间大喜 好嘞 苦大哥 说完他还得意地瞥了凤天阳一眼 把对方气得脸都绿了 到了楼下 陈鹏有些好奇地看着我 苦大哥 芳草街那边都是古玩店 您是要过去买古董吗 我微微一笑 去捡漏 通过我预知未来的能力 今天芳草街古玩街有一个宝物 还有一个大人物 我今天不仅要捡漏 还要赚一个大人情 到时候完全可以借着人情的事 为我日后发展商业帝国尊定基础 没一会 我们二人便来到了 芳草街一家古董店前 苦大哥 这就是白宝山 可是咱们龙舟古玩行的门面啊 他的大股东正是咱们龙舟古玩协会的副会长 张启动 嗯 这件事我知道 所以今天来砸他的场子 陈鹏听完直接愣住了 啊 苦大哥 您可别闹了 那个张启动可不是这么好惹的 我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走进了白宝斋内 那个微服私访的大人物 现在应该在二楼 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刚到二楼 我便迎面碰到了一个性感的气泡美女 对方瞥了我一眼 随后露出惊喜之色 苦大哥 怎么是你呀 这也太巧了吧 我抬眼看去 发现居然是韩家的大小姐 韩亚轩